郭文貴議員 謝謝主席,麻煩請黃鑽委員會林委員長 那個林委員長 黃委員好 林委員長您好,我想 今天早上到現在陸陸續續都有委員提出有關盟障委員會 猜測或者是診病的問題 那我想要比較清楚的再了解一下您的立場 說對盟障委員會接下來的走向 當然你可以說是尊重本院的決定 但是作為盟障委員會的委員長 您自己的想法是什麼 好,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早上到現在一再的都表明 從行政院組織再造以來 那麼盟障委員會是否要存續下去 一直是在被討論當中 那麼經過這麼長的時間 朝野之間其實都有一定的共識 也就是說以現在盟障委員會 他現有的權能跟他的組織跟他的人力來講的話 要成就一個部會實際上是不足以不夠的 那麼因此我們也同意朝著這個財幣的方向來努力 那同仁之間對這也都了解 但是因為要配合行政院整體的組織再造 所以這個部分我想我們會裡面的態度 我們還是同意說如果朝這個財幣的方向 我們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同仁的權益可能還是我們關切的重點 這個我了解啦 就是同仁的權益都是公務人員嘛 那本來就有相當身份的保障跟權益的保障 我們現在比較關心的是 整個政府的職能 它的效率如何能夠提升 特別是我們現在國家的財政狀況 老實說並不是很好 我們希望錢都花在刀口上 現在盟障委員會裡面總共有幾位正式的員工 總共是有44位 包括其他的像季工工友的部分總共是54位 你可不可以跟大家說明一下齁 我自己也不是很了解 說這個是去年的決算 54個員工我們的人事費總共有6500多萬 平均起來年薪都破百萬 那這裡面人員的分佈到底是怎麼樣 他們平常都在做什麼事情 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我們在這50幾個人員裡面 檢任的部分 剛剛也跟委員報告 10多個是檢任 其他分佈的是建任或者是委任 因為盟障委員會的事務它比較特殊 所以長期以來他都是有盟障這樣的專業的人員在這個地方 跟其他的部會流動也不是那麼的簡單 所以每一個同仁都蠻資深的 那目前我們的人事費裡面 因為每一個人都是比較資深的 所以在值等上面來講也都到了我們公務員的 大概就是叫做年功縫什麼的 所以在年薪的部分的確它是比較高一點 平均來講 剛剛提到就是說裡面有盟士也好 藏士也好 那所謂比較專業的人員 那您知不知道在盟障委員會的網站上 有一個專區是西藏觀察 如果不知道的話盟障委員會其他的同仁 起來協助委員長沒有關係 我可以諒解委員長才剛接業務 農藏委員會裡面有一個網站的專區是西藏觀察 那是不是可以請負責的同仁來協助委員長 好 謝謝委員 那我請是哪位 主秘 這是主秘 來說一下 是 黃委員好 你知不知道你們的網站有這個西藏觀察 知道 那上面有什麼 上面就是搜羅世界各國還有相關的西藏的 所有相關的訊息 包括大陸對岸的政策立場 我們通通都有收集給大家參考 沒有我看過啊 我會不會就是我看過嘛 上面大概就把相關的新聞報導 Google一下 整理出來 你們現在對於啊 西藏藏人 你們都說你們有專業嘛 所受到的人權迫害 黃藏委員會在過去幾年當中 針對他們人權受迫害的狀況 有沒有做過任何的報告 提供過什麼實質的協助 不要跟我說齁 發一個聲明 如果要發聲明的話 我相信外面的NGO 可能發聲明都發得比你們還勤了 聲明可能都寫得比你們還好 就針對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組織猜測的事情 這已經是大的方向了 那剛剛委員長 作為新的長官也很體恤你們 說你們有蒙障的專業 那我現在要問的事情是 從你們蒙障的專業 所謂的西藏觀察 在網站上面除了搜尋 整理相關的新聞報導 還有什麼積極的作為 我們其實成蒙大院委員的指導 就一方面我們在做那個把世界各國 還有各個重要的新聞網站相關的資訊 收集整理給大家知道之外 另外一方面我們也依照大院的決議 在陸續進行西藏人權的報告當中 那今年是委託那個專家學者在協助 不是啊 你如果今天做的齁 是花政府的公務預算花一筆錢 叫專家學者去做委託報告 需要蒙障委員會嗎 科技部文化部教育部做這個委託報告 花政府的錢去請專家學者做報告 誰不會啊 現在我具體的問啊 你們如果要用蒙障的專業來正當化 每年花這麼多錢 我具體的問吧 對於西藏人權的狀況 蒙障委員會 做什麼樣的分析報告 具體的措施在哪裡 跟委員做報告 大概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部分是那個大陸的部分 一個部分是海外的部分 海外的部分 我們基本上是透過補助NGO團體 到那個藏人的社區 去做醫療公會上的一個服務 和志願服務 那大陸的部分 因為您也知道台灣 跟大陸中間的相關的狀況 所以我們基本上是透過交流的部分 一方面是提供相關的協助 那另外一方面是邀請大家彼此之間 對於西藏受迫害的藏人 你們提供了什麼協助 所謂西藏受迫害的藏人 基本上面 就是說大陸的部分 我們目前相對而言 大概只能透過交流 或者是透過彼此之間的理解 我現在時間快到了 我只簡單要求一件事情 盟戰委員會 把你們過去幾年 時間不用拉得太長了 你們任何對於西藏人權的狀況 不要跟我講說有西藏觀察 那個網站的專區啊 那個任何人看了 都會覺得那是一個笑話 你們具體的 針對西藏人權 做的任何的分析 任何的報告 對於他們的人權狀況 所提供具體的援助 是不是可以提一個清楚的報告出來 你不用重寫 你之前做了什麼 把它整理出來就好了 你知不知道今年 是西藏抗暴幾週年 如果沒有記錯是57週年還是 從什麼時候開始算 1959 1959開始 為什麼會有這個西藏抗暴 這個 因為 他中共違反那個 13條還是 17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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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請處長來說一下 可以可以 就請專業的人上來 就是1959年 達賴喇嘛 帶著帳包到 逃離到 印度 從那個時候開始 只是這麼簡單的逃離嗎 當然不是啊 有沒有血腥鎮壓 當然有 有血腥鎮壓嘛 就是因為 對 他為什麼有血腥鎮壓 1951年的時候 他們有沒有簽了和平協議 有 17條和平協議 那有簽了和平協議 怎麼還會出現武裝鎮壓 這和平協議有用嗎 不是啊 你們這個組織還存在喔 在裁測以前 我都尊重 你們的業務了 問題是 你們每年花了這些預算 你最起碼把你的業務認真做好嘛 你如果又沒有做你的業務 你又沒有認真的把它做好 在網站上面搜尋一些新聞 說這個叫西藏觀察 這不是要浪費國家的資源嗎 那第二個部分啊 你們今天在報告裡面啊 說要促進交流 然後要邀請重要的人士 那重要的人士有計畫有包括巴拉喇嘛嗎 報告委員 因為達賴喇嘛 他是一個在宗教界裡面 很知名的一個人士 那麼他還是屬於一個宗教人士 那麼站在我們政府的立場 我們不會主動要求 邀請任何一個宗教人士來台 OK好 那如果有其他的團體邀請的話 政府的立場是什麼 全力支持 如果說他是由其他的團體來邀請的話 那麼會有相關的規定 那是否來台 那這個部分是屬於移民署的業務 沒有我當然知道是移民署的業務啊 那你們現在的業務 在財幣以前啊 是要促進 跟農人還有藏人的交流嗎 那我的意思是 你們就這件事情 不敢有一個立場嗎 這個部分因為他牽涉到的是 比較複雜的一個問題 沒有啊 之前馬政府執政的時候 之前馬政府執政的時候 對於過去盟葬委員會的軟弱 有非常多立法委員都提出過批判 現在是新的政府 如果你們的態度還跟過去的政府一樣的話 委員長你知道我在說什麼吧 我知道 所以可不可以有一些更積極的態度展現出來 所以樂觀其成 權力支持 我想這個部分我們還是會邀請 應該是有主責的單位 然後邀請相關的機關 我們再做一個為我們全民利益 看怎麼樣是比較有利的 我們就來做 所以你還是不肯講樂觀其成 權力支持嗎 因為這個問題其實真的是 這個部分因為我剛剛講 這是一個宗教的活動 如果說相關的單位都認為 對我們的全民利益沒有損害的話 我覺得我們應該也沒有什麼反對 但是還是要各個機關 全責單位大家共同來討論 沒有關係啊 我現在只問了 傳聞戰委員會的立場 在所有的機關 表達意見的時候 你們會表達什麼意見 我覺得如果它是一個宗教的交流的話 那麼我持的是一個開放的態度 所謂開放是支持嗎 因為葉俊榮有說他開放嗎 對我想我們這個部分 大家都是持開放 但是如果它是為了宗教的一個交流目的的話 所以你是樂觀其成喔 我說他是宗教交流的話 如果是宗教交流的話 你樂觀其成 那如果有其他政治上面的目的 就不是這個樣子 其他政治方面的目的的話 我想相關的單位會做不同的考量吧 或許啦 如果是為了要保障藏人人權的目的呢 保障人權的部分 這個部分可能還有更高的一些考量 譬如說還有其他像國安局啦 或者是 沒有關係啦 國安局的考量讓國安局做就好了 現在我只問蒙藏委員會的立場是什麼 所以我跟委員報告一下 我們還是站在一個藏族的宗教領袖的一個交流的話 我個人是持開放的態度 所以你個人所持的開放的態度 是代表蒙藏委員會嗎 是嗎 可以可以 OK齁好 謝謝 謝謝委員謝謝